BOSS杂谈 经济有料 劳家长 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最近中美贸易紧张局势加剧的话题 开门见山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 2024年一季度 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9.66万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8.6% 其中出口4.89万亿元 增长4.4% 进口4.77万亿元 增长13.4% 贸易顺差1237亿元 相当于上年同期的70%左右 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 中国的出口形式总体向好 进口增速也超出了预期 政府通过扶持制造业等政策手段 来促进经济增长的行动出见成效 不过好景不长 这个成绩很快就引来了美国政府的强烈不满和警告 美国贸易代表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指出 尽管全球需求疲软 但中国的出口仍然保持较快增长 再次证明中国制造业的产能已经过剩 这不仅扰乱了国际市场秩序 也损害了美国的经济利益 美国商务部也对华发出了口风 称如果中国进一步扩大钢铁 旅等传统行业的产能 美方将不得不采取贸易救济措施 比如加征关税等 面对美国这一控诉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汪永光 在例行记者会上做出回应 他强调中国扩大内需 是为了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符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做出的承诺 并不存在任何故意干扰国际市场秩序 或损害其他经济体利益的意图 他还补充说 中国制造业发展所依赖的资源 主要还是可再生的人力资源 并非如美国所说的那样过度依赖 不可再生资源 况且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扩大内需必然会带动全球需求和就业 这本身就是一大贡献 从双方的表态可以看出 中美在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上 存在较大分歧和矛盾 为了更全面地剖析这个问题 我们不得不从更广阔的视角 来审视当前的中美经贸关系 今天BOSS就和大家来劳劳科 大家都知道 近年来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 中美之间在政治 经济 科技 军事等多个领域的竞争和对抗日益明显 美国方面担心 中国正在利用其庞大的市场威胁 要压制和取代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 在贸易领域 美国一直对中国巨额的货物贸易顺差 和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耿耿于怀 根据美国盖洛普公司最新一期民调 有55%的受访民众认为 中国对美国构成严重经济威胁 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数据显示 2022年中国对美国的货物贸易顺差高达3700多亿美元 占到两国贸易总值的近三分之一 而在2021年 这一比例还高达38% 美方指责中国政府通过各种补贴和优惠政策 人为压低了产品价格 扭曲了正常的市场竞争机制 比如在钢铁行业 中国政府为企业提供了大量的补贴和税收优惠 导致中国钢铁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 往往比其他国家低10%到20% 再如太阳能电池板制造业 近些年中国凭借低价优势 在国际市场上不断扩大份额 有分析认为 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为这些企业提供了大量贷款 和补贴支持 此外 美国还质疑中国制造业发展过度依赖不可再生资源 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数据显示 2022年中国的能源消费总量约占全球的24% 但人均能源消费只相当于美国的一半左右 钢铁 有色金属等重化工业对煤炭等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 尤其严重 面对美国的指责 中方则坚持认为 支持制造业发展只是为了增加就业 保障民生 绝非存心扰乱国际秩序 事实上 中国制造业发展所依赖的资源 主要还是可再生的人力资源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中国制造业就业人口超过1.2亿 约占全国就业人口的28.1% 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 如纺织服装 鞋帽 玩具等 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 如果制造业萎缩 必将给就业带来巨大压力 此外 中国政府还认为 制造业发展有利于扩大内需 推动经济增长 近年来 中国制造业产品不断提升品质 逐步向中高端迈进 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和消费大国 为全球产业链供给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方还辩称 在吸引外资和拓展出口方面 中国也为世界经济做出了重大贡献 近年来 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商品进口国 和服务进口第二大国 从2018年到2022年期间 中国进口商品和服务 累计达到约13万亿美元 可以说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自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 中美之间就经常因为贸易逆差 知识产权保护 市场准入等问题产生分歧和争执 情况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善 其实 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些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 这才是导致双方在贸易问题上 难以达成共识的关键因素 比如意识形态的差异 发展模式的分歧 对国际秩序的不同诉求等 意识形态差异是一个重要的导火索 中国是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而美国则是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代表 两种制度在价值观和发展理念上存在明显分歧 美国一直认为 经济上的开放必须与政治上的自由民主相辅相成 但中国则认为 西方民主模式不合适中国国情 此外 两国在发展模式上也存在显著分歧 中国奉行的是以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模式 依赖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支持重点行业发展 而美国则更倾向于市场化导向 主张政府只起到制定规则和监管的作用 美国认为中国政府对企业的各种补贴和优惠政策 扭曲了市场公平竞争环境 但中方则辩称 在经济起步阶段确实需要一些弯道超车的政策 这符合中国国情 并不违反世贸规则 再者 中美两国对于现行国际经济秩序的看法也存在分歧 美国作为现行秩序的主要缔造者和维护者 希望继续维持现状 而中国则认为现有秩序更多反映了西方国家的利益 呼吁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平公正的方向改革 总的来说 中美在意识形态 发展理念和国际秩序认知等方面的巨大分歧 是导致两国在具体经贸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的根源所在 不过 尽管中美两国在贸易问题上存在分歧 但双方也都意识到了彼此合作的必要性 毕竟 中美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 两国经济的紧密关联已是不争的事实 一场全面的贸易战 谁也承受不起 数据显示 约5,851亿美元 同比下降8.4% 影响程度已出见端倪 中国难以在短时间内找到足够的其他出口牧场进行替代 此外 两国企业在对方国家的投资额极为可观 利益也高度交织 据不完全统计 目前有超过7万家美资企业在华投资 实际投资存量约为1.2万亿美元 同时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投资存量也达到了约1700亿美元 双方在人员往来 文化交流等领域也有着深厚的联系 2022年约有54万名中国留学生赴美国留学 而在美华人华裔约有600万人 如果贸易战一触即发 这些正常的人员往来都将受到严重影响 所以即便双方时而会为了寻求自身最大利益而摩擦对抗 但也都希望能够在可控的范围内妥协 近年来美国曾多次对中国发起贸易争端 而中方也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 但总的来说 双方都在设法避免局势一发不可收拾 2018年在双方互争惩罚性关税的情况下 双边货物贸易总值曾一度下滑至约6300亿美元 为防止全面通商战争的爆发 中美于2020年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缓解了紧张局势 2022年双方又就双边投资协定 加入CPTPP等问题进行了多轮谈判 不过因为分歧过大 谈判一直陷入胶着 美方认为中国做出的承诺不够 中方则觉得美国的要求有些过分 如今双方都已为打贸易战做好了充分准备 不过即便是在这种紧张的氛围下 双方也并未完全切断经贸往来 贸易总量依然维持在相对可观的水平 2022年中美贸易总值约为6.8万亿美元 2023年更是超过7万亿美元 这从侧面印证了双方对对方市场的需求和依赖程度 总的来说 中美两国之间的经贸矛盾短期内难以彻底化解 毕竟这不仅涉及利益问题 更关乎国家发展战略和意识形态 我们只能希望双方在谈判中保持克制和理性 避免出现失控的情况 同时也要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发出声音 敦促中美重拾互利共赢的合作精神 这场中美贸易战役或许才刚刚拉开序幕 我们拭目以待 期待有更多惊心动魄的情节将要上演 同时也希望战火最终能够熄灭 和平与发展之花在这片土地上涌注 失之东鱼收之丧鱼 岂能于事无补 尽管双方都在做贸易战的准备 但事实上 中美两国的利益都已高度融合 难分彼此 全面通商战争无疑会给双方都带来巨大损失 根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测算 如果双方全面关闭贸易和投资大门 五年后 美国的GDP将减少约1.8万亿美元 就业岗位将减少约290万个 中国的GDP则将下降约3.5万亿美元 就业岗位将减少约57万个 可见 不合作必然是双输局面 正如前美国财长保尔森所说 拆伙伴关系不仅代价高昂 关键是 也尚未找到一个可行的替代模式 作为世界前两大经济体 中美若决裂 将使得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面临严重冲击 也必将危及全球经济繁荣 因此 即便中美之间在贸易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 但双方也都有维持基本经贸关系的现实需求 保持有限度的合作 总比全面对抗要好 不过中美两国未来能否真正走出经贸僵局 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双方是否能在关键问题上达成让步 比如中国是否愿意进一步放开市场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限制国有企业补贴等 美国又是否愿意放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 取消加征关税等 从目前的形势看 双方在主要矛盾问题上短时间内难以实现重大突破 因为这不仅涉及利益分配 更关乎意识形态和国家战略的较量 以知识产权保护为例 美国一直指责中国存在严重的知识产权盗窃行为 尤其在核心技术领域更是如此 2021年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一份报告估算 由于知识产权受到侵犯 美国每年损失约数百亿美元 为此 美国将中国列为优先监控对象 并多次威胁将对中国产品加征惩罚性关税 2018年 美国曾对约25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加征25%的惩罚性关税 中方则实施了相同力度的反制措施 双方陷入了漫长的关税战 直到2020年 在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 中方作出承诺 将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包括修订专利法 打击网络盗版等 但美方并不完全信服 认为付诸实践的效果有限 中国政府则坚持认为 已经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做出了巨大努力 比如修订了专利法 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 加大了执法力度 2022年 中国当局共查办了知识产权刑事案件 超过2.6万件 另一个棘手的问题 是中国大量补贴国有企业和重点产业的做法 美国认为这严重扭曲了市场竞争 破坏了公平的竞争环境 但中方则变称 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重点行业发展 是为了抵御外部冲击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比如在钢铁行业 由于美国多次对中国钢铁产品 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 中国政府不得不给予一些补贴 以保证企业的生存和就业 同时 中国还认为发达国家在新兴产业领域也存在补贴行为 并无二致 此外 中美两国在北京加入CPTPP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问题上也存在较大分歧 美国要求中国在加入前必须全面放开市场 废纸补贴等做法 否则将坚决反对 但中方认为这些要求标准过高 加入谈判本就意味着需要进行改革开放 总的来说 中美双方在主要分歧领域都坚持已久的立场 短期内难以实现重大突破 即便达成新的临时协议 也难以从根本上化解矛盾 经贸摩擦仍将持续存在 不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中美两国的关系也许会产生一些新的变化 比如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断壮大 对优质产品的需求将进一步扩大 这也许会倒逼政府进一步放松市场准入 美国企业在华利益日益庞大 其游说能力也会越来越强等 这些新的利益变迁 也许会为缓解矛盾带来新的契机 同时 国际社会也在为化解中美贸易争端发挥作用 世界贸易组织 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 都在不同程度上呼吁中美恢复对话 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其他国家也都希望中美这两大经济体能够和解 避免全球经济受到严重冲击 最后我们也要看到尽管中美两国在很多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 但双方的利益也存在极大的交集 在应对气候变化 防止和扩散 维护全球供应链稳定等全人类共同关切的议题上 中美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 必须相互合作 因此 我们有理由期待 在考虑到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的呼吁后 中美双方最终能够重启对话 在一些领域达成互利共赢的新协议 通过持续的谈判和妥协 或许有朝一日 双方的贸易争端能够得到根本的缓解 好了 今天的咱们就刻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赞 分享 评论和订阅 并打开小铃铛 点击全部 另外 本频道已经开通了会员服务 成为会员的朋友 可以率先了解本频道最新的节目内容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加入本频道的VIP会员 我是Boss 下次再见